真的很危險 沒有等待學就算了 民眾站在站牌旁邊等公車 就算後背緊貼鐵皮圍離 距離黃線也只有八十公分 再過去就是車來車往 這樣你這麼快的公車 你差不多要騎到這裡 下雨天的時候 還撐衣傘 你要頭要伸出來 看那個公車有沒有到 民眾來個公車 想被司機看見 腳一定要跨出黃線外 人車真到 三個月來 跟市府投訴多次卻沒有改善 路邊沒有什麼行人可以走的空間 因為這裡車其實很多 對 然後如果圍離這麼近的話 其實是沒有空間的 而且因為這裡摩托車也很多 地點在台中市溪屯區 惠中路跟溪屯路口 只有雙向單線道 路骨本來就不寬 加上轉角建案 設置鐵皮圍離 壓縮民眾 等公車空間 現象翻身 它的圍欄是經過許可的 所以路牌就被擠出來了 行人的權益跟那個等車 等車的人 他的安全就有受到危險性 該站位也依據以10月18日 遷移完成 民眾擔心冒險鎮 在距離黃線80公分的地方等車 白天視線好 可能還沒事 要是晚上天色昏暗 用路人容易視線不清 交通局討論後決定移動站牌 否則出了意外 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 劉美麗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